請注意,此影片含粗俗用語,不適而而同及而打爛人士觀看 此影片絕非廣告,自費有屌理 美食網民的真實晚餐 上個月尾發生了些事,搞到工作的期間有點亂 所以現在才出到上個月的真實晚餐,真是不好意思啦 8月第一餐焗了兩條青魚 因為魚大飯怕不夠飽,所以我多拿兩條三文魚出來一起焗 隨便加些鰻魚汁,放進焗爐就能吃 因為上個月沒做過番月炒蛋有點掛著它 就算那些青梨茄都照射啦 煮起沒那麼稀,番茄又甜點 下次大家吃不完的青梨茄都可以試試拿來炒蛋 有日市花痕,想試試用腐乳來做pizza 這日就預備小材料和Dodo來個親戚活動 因為懶,所以用了包Pizza月半粉 上面塗了腐乳醬 放了一些青瓜,雞絲,蘑菇和粟米還有大量芝士碎 那Pizza是滑滑滑滑滑的 焗出來真的挺好吃的,不過有點漏 還有青瓜焗完軟軟,沒有那種爽口的感覺 不過改良一下應該可以拿來寫食譜 因為腐乳和Pizza就沒真的出奇的夾 因為吃Pizza,通常就用青口肉和意粉醬煮了和意粉 不過鍋意粉醬本身不是很好吃 兜意粉一般的 這餐個樣好像炒炒的車,不過其實吃了都不差 這碟那麼像偶吐物的其實是蘑菇雞扒來 搭上家庭的食材真的像屎一樣 其實分開放就可以變成西餐了 另外這點是焗露筍 大大小焗出來只有雞翠那麼多,不是很划算 吃了兩餐重口味的,這餐吃清一點 隨便拿點甘筍炒了椰菜 然後煎了一包魚柳 這包是Hockey魚柳,吃樓都很鹹又沒什麼魚味 雖然便宜,不過我覺得一般的 之前那天開了的椰菜,這天當然要吃完它 另外煮了兩碗牛肉飯,因為不夠肉 所以塞了好多洋蔥和甘筍一起煮 打算塞大碗一點 想蛋還是雞蛋黃一起吃 誰知打了兩隻蛋黃都是散的 那就不要浪費炒來吃 所以無故會有炒蛋 這日放假活動是包餃子 買不到韭菜所以切了好多蔥 我負責餃子皮,滑丁丁就負責包 包包一下就包了三四隻出來 因為做不夠餃子皮,所以剩下一點就拿去煎 剪出來雖然有些洞,不過真的多坑口又多好吃 煮了餃子,但煮了健康麵就一餐了 不過不知為什麼餃子皮滑起來好像很薄 但煮出來咬下去就很厚 有沒有高手知道為什麼 因為包得太多餃子 所以這餐餃蛋白煎了餃子做菜 另外這都是脆肉瓜茶甘筍 試了一條貴價韓國脆肉瓜 開出來好像意大利脆肉瓜似的 真的沒有平時那些那麼柔,吃起來又甜 但我記得之前買過其他韓國脆肉瓜 吃起來和大陸那些沒有什麼分別 我都不太會分辣 這日拍片煎了幾塊雪乳 因為拍完還要煮飯所以要好乱趕 弄到餐瓜都炒到焦焦焦 醃油豆腐還要再焦一點 下次真的不要那麼心急 之前吃剩一條韓國脆肉瓜 這日就拿來炒雞肉 因為不想嘟嘟吃炒瓜吃到悶 所以放了一點辣椒一起炒 另外這條是苦瓜炒蛋 用了台灣的白苦瓜吃了沒那麼苦 不過是多水一點,所以炒了好像沒有綠色那些那麼香 看開這個系列的可能都記得滑掉的最喜歡吃豆泡 這日又做了白蘿蔔炆豆泡 加了小塊豬肉去調味 因為做得太大煲所以沒有煮第二碟 試了但每人煎多隻蛋吃就算 其實每次有蛋汁拌飯我都好感動 其他菜都不重要的啦 這晚吃自己 煮完最後幾粒自己包的餃子 加上白色麵和淡淡的堅圓腔就一頓啦 這日多點時間煮飯 好比心機煮了煲韓式牛仔骨 一路都好滴滴 是臨門一腳煲焦了一點 所以整鍋都有一股焦味 整鍋心機又不捨得到 結果就要蓋上去 真是辛苦了要吃焦味飯盒了 因為放了心機在煲牛仔骨裡 所以另外覺得好細地炒了豆角 叫做有些菜吃 就這樣啦 有天難得出去買菜 就點了新鮮雞回來 還買了一棵蔥 所以這日就有白切雞和蔥油啦 有白切雞我都不太在乎 旁邊那碟是什麼 不用老煮的當然又是番茄炒蛋啦 這日勝出的是碟蔥油 蔥油滷飯真的很好吃呀 因為收到網友煮完給我看的照片 提醒我都很久沒煮過魚肉煎蛋 今餐又煎回碟來吃一下 旁邊那碟是折瓜蝦味豆泡 我都寫過吃譜 不知煮什麼好的都去看看啦 因為前一天滑丁丁沒吃過飯盒就放了工 這日放假我們就一起吃飯盒去 這隻牛油果我買了回去都整個星期 摸上手淋過之前好多就打算吃完 怎知切出來生到咬都咬不入 我真是好亂傷心咯 吃鬚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這日又煮咖喱辣 加了些用剩就壞的忌廉所以很稠 之後用了好大顆芫荽來煎肉止燒 不過落味淋落得重手了 所以整塊吃落都有一股苦的酒味 又一次老波燒蘇了 這日炒了鑊西芹 不要看它那麼大鑊其實吃落都不太多 另外還有點面試擠排骨 但是急凍排骨買回來很小顆 骨還好大塊 上次吃完苦瓜炒蛋有些掛著它 這日用綠色苦瓜來炒 吃辣香點又好吃點 有位網友分享了它的撈茄子食譜 自己改的東西又試下撈 加了蒜蓉真的好吃點 蒸的茄子沒那麼多油 還沒那麼熱氣 這日星期六 快點幫忙買菜回來打火鍋 誰知響明慢了 叫它買芝士腸又買了蜜糖腸 幸好是很聰明的買了好大的大蝦回來 加上西班牙豬真的沒得輸 星期日出去之前吃點東西頂肚 牛油果終於夠熟 切了來一揉一半 一半加了惡醉愛的煉奶 一半就有滑滑滑滑的芝士油 真的好感動啊 這隻牛油果是熟的 因為沒買飲料很久 想試一下自己煲到神花茶 又想起烏梅汁好好喝 所以連混煲了一胡仔試試 加了好冷多糖都沒甜得過出去喝的半糖那麼甜 大家喝開瘋狂熏悠杯的都留意一下 就算叫半糖都喝了好冷多糖的啦 豆泡露市場出現 這日又見到它啦 因為太久沒做過聖瓜 刮刮一下才記得它不用刮核的 所以有部份瓜沒了些核煮起好冷小瓜吃 另外焗了幾條鰻魚汁清魚 又是無限碌那些吃菜 今晚又要吃自己 用了之前打火鍋吃剩的餃來煮麵 另外這些多點麵的是滑滴滴的晚餐 因為我們兩個分開吃 所以我和一晚就煮了兩次一模一樣的東西啦 有些掛著絲皮雞翅但是不能買 所以滴氣心肝試試自己做 打算成功的話可以拍片跟大家分享 暫時的方向是對的 出來都有六七成尺 等我試到再次一點就和大家分享啦 除了雞翅 還清炒了鍋西蘭花 看你為什麼這麼遲而同餐的啦 整天都不知道煮什麼好 這日加著了 沒有肉又沒有鹹魚的魚香茄子 又加多了豆瓣醬 簡單來說就是豆瓣醬炒茄子 另外這碟是洋蔥豬扒 在家吃都可以有粽粽飯的味道 真是好不健康啊 買了兩隻日本番茄 打算做到高粥飯的炒蛋 不過那些番茄開出來好多水 做出來不加水都稀喱喱 不想打都要打個獻才吃得 另外買了一包好小煮的三文魚腩跳回來試試 隨便加了點酒 胡椒粉和椒鹽就拿去焗 出來比想像中好吃還沒什麼骨 而且平過三文魚流一折 如果見到的再釣花包 本來都夠送 大盒油豆腐再不吃就過期 所以為什麼會多了一碟啦 這日又是吃魚 煎了幾塊雪原柳 沒有加檸檬但就放了紳士香草下去 又是另一種好吃 另外炒了一堆椰菜 不過下午不會見到它啦 因為這餐吃了 這碟黑黑黑的鮮魚香腸 是廣福市集請我吃的 上次打火鍋試試拿來六個得浪漫了 切片拿來煎真的好吃很多 裡面還有很多大大粒花枝 最後做的是這幾個還沒焗的鬆餅 因為好不幸運那種沒冷氣壞了 免費開焗爐搞到整家好熱 所以弄起之後放入冰箱冷卻就算 結果我八月完了 我們把冷氣都弄得回 這雙餅都是沒焗過沙漆的 同時我都發現 原來多熱都好 只要夠累原來都是睡得著的 不過是會熱到醒的啦 嘻嘻 那些人 也確實在